CP值很高 滿滿的營養全部吃進去 要做個有智慧的老人 又讓我找到了有一家 真的很棒 它是 綜合B群 然後 還有我們女人需要的 都是我們所需要的 這是最基本的 我眼睛一定要葉黃素 它這葉黃素 現在它這一家是用最熱門的 還有葉酸 它裡面有滿滿滿滿的營養 最重要的 它裡面有一個成分是叫做 這個也是我們人體所需要的 不可或缺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微量元素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成分 都是經過胃腹部合准的 所以我可以很安心地吃 然後我大人我是吃兩顆 小朋友就是吃一顆 我真的覺得這一罐CP值很高 就吃 吃完兩顆以後 就把我一整天的營養 滿滿的營養 全部吃進去 然後就 頭好長長 身體好 台灣人真的喜歡吃保健食品 根據統計 台灣人吃保健食品的比例 跟美國一樣排行世界第三 方式去年的保健食品 銷售的就高達759億的新台幣 這個金額其實可以拿來蓋兩座杜拜塔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在營養諮詢的時候 就很常會有人抱著一堆保健食品 來問我說 營養師我該怎麼吃 有些人確實會怕麻煩 或是覺得是吃心安的沒錯 一早就全部都各來一顆 然後就是會 會怕會之後會不會忘記這樣子 不過其實保健食品 如果沒有按照建議吃 它的效果會打折扣 所以真的怕麻煩或怕會忘記 沒有辦法整理出 規律的保健食品的時間的話 就可以選擇 像佩儀杰今天推薦這款 綜合型的維他命 一貫就補足需要的營養素 像是泛酸跟醃鹼西酸 這個大家可能會比較陌生 這兩個營養素其實都是 維生素B群的其中一種 泛酸的話是維生素B5 它主要幫助我們的能量產生有關 所以很多人吃保健食品 都是為了讓我們的精神狀態變好 其實B5就是這樣的功能 另外一個是鹽鹼西酸 其實它又叫做維生素B3 它跟我們的皮膚是有幫助的成分 還有剛剛最後提到有一個是 C酵母這個比較特別是比較少見的 C是我們身體裡面的微量元素 跟我們的新陳代謝相關 為什麼要跟酵母結合成C酵母的形式呢 因為一般的C在食物中的吸收率約60到80% 那與酵母結合它的吸收率會變得更好 那酵母這個東西本身還有其他的營養素 像是蛋白質維生素B維生素C等 所以它的營養是更全面的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其實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這一款的營養素它的成分是比較全面 那很符合現代的人保健需求 那這邊是給大家建議一下 要怎麼挑選適合的保健食品 要做更多的資料 MING MING MING